變更我們的那個版本 就是說我們的JQuery版本 他預設的版本 各位可以看到他預設這邊有 已經會給我們一個JQuery相關的東西都在這裡 不過他的版本實際上是1.0的版本 所以如果我們要把那個ICON變更的話 第一件事情 需要把這個JQuery的版本 把它提升到那個1.45的版本 那我要怎麼樣把那個版本給提升起來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我在那個我的網站上 我的雲端上面 有放了一個叫這個JQuery Mobile 1.45的版本 那你只需要把它按右鍵 下載下來 那下載之後的話 請各位特別注意 如果你下載之後的話 我看這個之前已經下載了 那下載之後的話 你可能注意一下就請你按右鍵 你就解壓縮 最好是解壓 我看解壓縮到這個資料夾 我確定一下 他已經有了 那我解出來之後的話 解出來到這個資料就一定是一個資料夾 那請注意一下 這個資料夾裡面就有這些東西 請你把這整個東西 裡面記得不要再一層 因為怕說解壓縮的時候多一層 裡面看到的話 就是他的相關的相關的這個函事庫 什麼CSE一堆 然後把這個資料夾怎麼樣 把它直接 複製 或者直接另外一個方法 如果你拖拉OK的話 你可以直接把它拖拉 拖拉到哪裡 拖拉到 這個網站這邊喔 拖拉過來 放開 如果你怕拖拉錯誤的話 要不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複製 複製到哪裡 複製到我們的那個 剛剛這個網站 這個地方貼上就好了 就有個1.45 打開裡面就有這些 會看到Images 那表示你這個版本放進來是OK的 那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這邊的話如果沒看到對不對 上面一個重新整理 或按F5 它就出來了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把他新的版本相關的東西都放進來 這個是舊的版本 你會發現 它新的版本多了很多東西啦 不過這些至於什麼東西 暫時 反正你就知道先把它放進來 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因為我已經把新的版本放進來 那如果我要更新它的話 那請注意喔 它的更新的位置 主要在這裡 在哪裡喔 在那個 欸 第 我看一下第幾行喔 第十行有沒有 的上面 基本上呢 請你把它放到那個head 到head的中間就對了 也就是說呢 第十行這上面喔 那請你把原來就的先刪掉好了 這個喔 一直到title到head 那title不要刪掉啊 其實title有沒有其實無所謂啦 不過這邊我們記得就是從title一直到head結束這個部分 delete掉 那把那個我們放在雲端上面的這個 這邊有一段喔 這邊有一段喔 我這邊有放了一段這個更新的這一段 也就是說把 它裡面的相關的那個函事庫喔 更新一下 更新成這三行喔 把它Ctrl C 那我這邊有示意啦 其實就是 從這邊 一直到那個head上面喔 你就把它貼上去 所以這邊Ctrl C 然後把它Ctrl V貼上 那貼上之後呢 其實等於就是把它的那個版本給更新的 但是你更新完之後喔 會發生一個問題 就是它原來的圖就會不見 因為我們換了版本 好看 及時一下 你會發現 第一個 我的布景不見了 第二個 我的圖也不見了 那怎麼辦 等一下把它補回來 OK 來畫面先 還給各位試一下喔 可以注意我那個ThinkLower 還好我剛剛之前是有把它記錄下來 有沒有 我之前有把那個記錄下來喔 然後有個Share嘛 那我進來之後其實蠻簡單 就是上面版本喔 把它切成1.45就好 你又不用重新做了 所以如果你之前的那個Share 他沒有把那個Link 記錄下來的話 你可能就要再來一次了 好 那把它切過之後的話 它馬上 有沒有它本來是1.01嘛 舊版 它可以馬上再變成新版 欸 為什麼沒變 算了喔 反正我剛剛是這樣啦 就點進去之後的話 舊版 好像舊的版本有沒有 這個是我之前記下來Share 這兩個 然後把它改成1.45 它改成1.45好像是OK的 可是改這個有沒有 它會自動幫你轉成1.45的版本 那你就不用重來了 不然的話 你變成又要重新再來過一次 那一樣 你就是把它怎麼樣 這邊一樣download 那我這邊的話呢 就給它什麼 一樣的名稱 就 app 多打一個 另外的話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 你要download它的話 另外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地方 它有mark這兩行 那但是它這邊並沒有幫你把什麼 把那個 把就是上面的部分做變更 而且它那個路徑有點怪怪 它是放哪裡 放你的那個CSS 裡面的SIMS 裡面就用這個名稱 所以 這邊的路徑 似乎有點怪怪的 所以這邊的話 我有把它修正的 底下這三個 這個可能 可以可以用 那這個地方我上面也有放 就是這一這一串 我把它更新的 其實後來把它改成這樣子 應該就是OK的 那接下來我就怎麼樣 把這個剛剛的 那個download下來之後 也這樣把它解壓 就是這個把它download下來 SIMS這邊download download之後的話 那我就直接解壓縮 並且這裡面的話 我剛剛已經把它解壓縮出來 那裡面就長這樣 它會有一個什麼 index 給跟你知道 這邊有一個 你的index的一個首頁 然後外面的話 就有一個SIM名 這個SIMS 這個 我就直接把它call到這邊 我就不call到那個追溃裡面 我是call到哪裡 call到根目錄外面 就是把它call到這邊 那你會發現 因為我剛剛命名叫 reapp 跟reapp 它會幫我產生主要這兩個 那這兩個的話 將來就是說 我就把這兩個修正一下 然後我也把這個程式貼到圓端上 主要是 把剛剛那個 它提供給我那兩個東西 把它改改成 這邊 有沒有 這個的話呢 實際上指的是什麼 有沒有 這一個指的是這個目錄 所以這個目錄要一樣 然後在這個目錄裡面有這一個CSS 這個 這個 那這個的話 這個目錄裡面有這一個CSS 也就是說 你這個 連結一定要完全一樣 因為這個地方很容易出錯 因為它那個SIMLOW上面會 好像它給我們路徑多一個CSS的目錄 所以如果你沒有指對的話 你出來的那個布景主題也是面目全非 因為我剛好試過 少一個路徑 結果全錯 ok 另外的話 底下這三行 我剛剛也乾脆直接用它給我 提供給我們這三行 一樣把這三行貼到這個下方 所以這兩行上面這兩行要變 下面這兩行不變 這樣的話呢 我就直接把它執行之後 他這個時候呢 布景主題就ok了 我其實基本上沒什麼動 那點進去這也ok了 然後但是會有幾個地方不ok 就是 它裡面的圖有沒有 舊版跟新版用法不一樣 所以它的圖都不見了 那怎麼辦 我們必須把它這些圖 分別再把它補上去就ok了 不過其實工程有點浩大了 但是特別注意 這個細節還蠻多 請各位注意一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